這次非常高興我們陽明大學可以辦關於樂生的展覽 那我主要是從醫療史的角度關心賴病的歷史 其實我們不管從國際還是我們台灣的研究 可以看到就是賴病他所吸引的這個關注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大概就稍微介紹一下我的研究 比如說像是在樂山園 就是在現在巴黎的樂山園 那個時候大概在1930年代他建立 那建立的這個代忍受醫師呢 他基本上是傳教醫療的系統 那這個傳教醫療其實跟大概19世紀末、20世紀初 整個殖民醫學西方在印度啊 在非洲的這個殖民醫學的這個發展其實是還蠻相關的 那到了1930年代的時候其實有不少的醫生會覺得說賴病是可以治療的 那特別是說對這些傳教師來說他們目的是要去透過治療的方式 讓這個當地的疾病可以改新紀錄教 所以他們非常強調就是說這個疾病是可以治療的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們也很強調是說透過像是工作啊、運動跟規律的生活 可以普遍提升這個病患的這個抵抗力 所以當他們在構思這個療療院或者是這個賴病院他們的功能的時候 基本上希望把它打造成是一個現代生活的這個一個地方 所以換言之就是說他們在思考這個賴病的治療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很核心的關切就是說怎麼樣子把西方現代的文明帶到這個殖民地 或者說這個非西方社會裡面這樣子 樂生院在日治時期他們的整個運作跟管理的邏輯恐怕就會比較不一樣這樣子 就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日本積極進入整個世界體系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說中國、印度、日本是賴丁盛行其實最嚴重的三個地方這樣 所以他們視賴病為鍋齒 再加上就是日本他們在醫療的政策上面才比較中央集權的做法 所以從19世紀末以來呢日本基本上用強制隔離的方式 然後來處理賴病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在19世紀末是普遍的共識 可是到了1930年代就像我剛剛講就是有一些西方的學者會覺得說其實不需要用強制隔離的方式然後來做這樣子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不管是在日本的國內或者是說他在朝鮮或者說在台灣 他們比較推的還是強制隔離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說需要強制的方式去斷絕這個病患跟一般民眾之間的這個傳染這樣子 那根據我的研究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日式時期的樂生院裡面 那院民就變成是大量有系統的醫療研究的對象 那這些醫療研究就不見得是直接跟這個提升院民的處遇或者是治療相關 比如說像在當時有做了還蠻多的這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 那這個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去了解說在人種上 日本所謂的內地人跟台灣人之間的這種差別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從二世紀前半夜台灣賴病史的角度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時候剛好也是現代醫療進入台灣的時候 那可是我們就我們剛剛講的例子就是傳教醫療跟日本殖民醫學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不管他們的性質他們的目的 其實都還蠻不一樣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了解賴病麻風或者是患生病的歷史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醫療跟一般人的生命經驗之間的關係 大家有隨時會大家看來,我們會說 possibile看到我們目前為止的遇 ,我們現在會舉行